開學第一天,我在後面錯了兩個女生 然後她們突然拍我的波球 砍頭第一句 你們有沒有波球的東西? 你見到最瘋的溝女事件 是怎樣的? 首歌出了之後 女校班有沒有愛你? 女班長有了吧? 這支歌仔變態訪問片 好多喜歡唱歌的中學生 都是想畢業後出來做歌手 這次要訪問的這個人 就是未畢業就出來做歌手的Dark王明德 是讀中六而已 接下來還要DSE 那怎樣訪問她呢? 很簡單 我去接她放學 出現了 HELLO!HELLO! 阿Dark,你有沒有時間跟我做訪問? 都可以的,但我已經很適合 但你說可以的 可以的,大王,因為我的訪問很長 對了,你一定是上學 OK,沒問題的 5-6小時左右 HELLO!Dark! HELLO! 好多謝你啦 上來我的 變態訪問系列的第一個嘉賓 原來你叫變態訪問嗎? 我講了出來 普通訪問系列的第一個嘉賓 他是19歲而已 一個19歲的歌手 但最瘋的其實是 他的聲音是完全不像一個19歲的人 因為我聽起來很實正 也有很多人這樣說 是嗎? 你只聽聲音是像二十幾 四十 貨櫃車司機 他最新的一首歌就是 只想和你吃漢堡 你讀什麼漢堡 是啊,剛才我讀了吃漢堡 如果有看過我Youtube的觀眾 應該都已經聽過了 因為只是算Youtube的view 都已經去到四十幾萬了 萬一你真的沒有聽過的話 那你去聽一下 你就會明白 為什麼我說他的聲音是很實正 不像19歲的 是不是讚賞來的? 當然是讚賞 中學生的聲音的印象 其實普遍都是雞仔聲的 這次來到你中學附近這裏 就想你帶一下我們去 你平時放學會去的地方 然後最後就去我的studio那裏 那我們現在去哪裡? 沒有疫情 沒有疫情的時候 我們以前放學之後 會去打球球場 哦,好啊 我們現在一直走 就一直問了我最關心的問題 你要遇到我的問題 是很跳和很難回答的 那八成關於八卦的東西 無聊的東西 兩成關於你的歌 哇,OK 因為他是一個正直青春期的在校中學生 我很想去發一些現在中學生的 感情生態圈是怎樣的 我自己對於男女校的印象 其實真的很瘋狂 敲磚引玉 就是我先分享一下我自己的那些 都跟你一樣 我是FORM2留的那班 唯一不同的就是男校 還有很大的不同的就是 我沒有做到歌手 我到FORM3的時候 其實我本身還需要再留多東西 因為我的學校只可以留一次 然後再留的時候 他們就讓我去第二間學校轉校 就讀FORM4 有推薦信的 有推薦信嗎? 今天有沒有穿過 正常是打球港隊才會有推薦信 沒有學校真的對我挺好的 所以其實 真的很想你走 哈哈哈 新學校的開學第一天 那時候我就認識了一個 都是由男校轉過來的男生 比較好聊 就是兩個人一起坐 開學第一天 我在後面坐著兩個女生 接著他們無緣無故拍我們肩膀 我們一轉過去 名字都沒問的 劈頭第一句 你們有沒有打過東西? 是他們兩個問的 他們兩個問啊 是呆了我那時候很害怕 因為不知道 哇 這間中學到底是什麼中學 為什麼會是這樣的? 你答有 不是不是 我答沒有 是 那事實都是沒有的 是啊 中四啊 中四而已 怕了一會 過了幾秒就很期待自己來的中學生 是一個好開詞 尤其是我們那時候 如果說到要追女生 我們最主要是靠 SMS 嗯 因為那時候沒有Whatsapp 沒有Telegram 不同台的人 設 SMS 要問過的 寫錯字 發了句號 你不要更正 不然就收到 發了一個句號 所以以前 第一步 就是問別人 你是同不同台 如果不同台 多數沒有什麼希望 不了不了 是啊 很英俊 很英俊 都沒有什麼希望 而且一問她是什麼台 那對面的女生大概知道你在想什麼 就是知道你想追求她 現在不同 我會發訊息 不用錢 所以我就覺得 中學的感情生態圈 隨時 比起我的年代 就更加快樂 更加混亂 一開始 八卦問題 就是問問你 好 你見到最瘋的 追求女生 是怎樣的 沒有什麼 SMS 的規限 現在其實 所謂追求女生 通常都是覆覆她的故事 就是IG覆覆她的故事 就是慢慢去戀她 和她聊天 那其實說真的 你那個女生對你有感覺 覺得你說什麼 她都會認你的 我有一些朋友是 不是同校的 這個朋友 OK 不同校的 可能她本身自己有女朋友 是 然後之後就 就是因為你知道 我們這些學生時期 經常因為小事而吵架 我們 是啊是啊 就是不夠成熟呢 可能她們會冷靜站 是 或者是不找大家 那就是會互相去找水泡 哇 然後呢 最後又找完了 然後一起回來 是啊 找完就一起回來 啊 但是 不是一個正確的行為 我極度不呼籲 大家這樣做 我自己也不會這樣做 啊 這個就是 我們的年代 我們會專稱為 純情小鴨鴨 現在搞得好像是 分享了我自己的東西 但我也有興趣 再多一點的那些 我不敢說 但其實說應該沒問題 因為那間已經結束了 我很想進去是學東西 但是 就連她 是的 真的 你就學到了 你第一天已經學到很多東西 這些就是bonus 我本身是想讀書 但是她在教的那些 可能是我form2 或者form3教的東西 教我一下 DSE D 我妹妹 妹妹 我們先到對面 其實我自己也很久沒有來這裡 三年多了 第二年的中一 就開始在這裡打球 你自己也喜歡打球 我喜歡 但我現在少打 沒辦法 太多工作了 對 拍了整個球 因為你會發現球場是斜的 它是建在斜路上的 是啊 怎麼放水平斜在這裡呢 其實是斜的 那你們全世界都去那邊打了 應該 我們在那邊 為什麼一撿球就是捉 因為這個 如果你在這邊打 你是會打到別人的大排檔 哦 是啊 我們找個位置坐下 OK 冷靜點地問 坐下了 放過你 問你關於你的歌的問題 但是都是八成無聊的 兩成才有受光 是啊 記住 你會喜歡的 聽過你手出道過 留班同學 昨晚聽的 當然不是啦 起碼 三四天之前 但是我一聽下去 我雖然現在不是中學生 但是我的共鳴很大 最主要是因為我都真的留班 現在那些年齡層的問題 當你出來 社會是小很多 你應該開始已經感覺到 但是在中學裡面 原來真的差一年 都很大的感受 是啊 我第一天留班的時候 我進去課室 那些人以為我是高方 帶領他們去組會的師兄 我 這個小尷尬啊 這個 然後為什麼排隊一起排 是啊 因為我自己一留在那時候 我成班同學 都可能覺得 我一定是 可能做過那些 很頑皮的事情 壞人 難不免會這樣去想 當你看回原本式那年 上面那些人升了上去 感覺又有一點怪怪的 我不知道你會不會 但是我那時候是有的 原本那班又掉了 新的那批又未熟 是啊 雖然我現在最朋友的中學朋友 是我留班式的 我也是 尤其是你那個情況 還沒有一個 就這樣留級的同學 因為你已經出道了一個歌手 那個情況再特別一點 如果你在看影片的人 中學生可能會覺得 中學生就做一個歌手 可能會覺得很厲害 但是對於一個當事人來看 你自己有什麼看法 和你的唱功是無關的 就算你唱功現在很好 但是在中學的圈子裡面 他們要笑你 或者要用不同的眼光看你 是不需要什麼特別的理由 有沒有可能給同學 說閒語閒語 白眼之類的那些情況出現 很多 很多 其實留班這件事 對我現在做不到歌手 是不是太特別的 因為我留班都很久之前的 是初中 我不是方四五 可能是留班 他們應該不是白眼的 但是他們會很好奇 可以說我不認識他們的 我覺得他們沒有什麼禮貌 我覺得他們 可能他們覺得 你是一個公眾人物的時候 就不需要尊重你 因為你不能還托 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就是我經過一些流程 就是你會分流程 他們會很大聲地說 這個是黃明德 之後就會有些搞事 就是你一群朋友 一定有些是衝出來搞事 他們會特意很大聲地叫我的名字 但是只不過是其中一個話題 讓他們去發揮 我有習慣了 習慣了嗎? 習慣了就好了 現在習慣了 有他們 出了三首歌 都跟了很多著名的音樂人合作 有 喀新鋒 Mai Orange 一會兒會 他很會說話 神經病 我以前是你這個歲數 我真的不懂 我一直說 是呀是呀 他們很著名 有喀新鋒 Mai Orange 林若玲 黃紹明 K曾 廖志偉 心目中還有沒有哪一位的音樂人 你是來的 都很想跟他合作一下 你很公平的 這個問題 給我一些正經的 是呀 所以只有兩題 我覺得其實現在 已經試了很多了 我自己很幸運的 因為其實一開始就想 我三首歌 可能四首歌都是 Cutson幫我做監製的 但是 中途有些想法不同了 之後就 很幸運地找到 Mike Gorinj去做監製 因為我覺得Mike Gorinj 是很特別的一個存在 他玩的東西是很特別的 我覺得剛剛出隊 我跟兩個監製合作 已經很幸運 但是之後我跟一個 比較知名的一個 音樂人 一個監製就是 舒文 我跟他在 我跟 古Sir 古巨基那首合作 他的collection 對 他的collection 其中一首一首 《一刻永恆》 我唱《一刻永恆》 我很喜歡《一刻永恆》 是不是真的 我真的 我跟他一起唱的 《一刻永恆》 《一刻永恆》 我是懂的 從中學了很多不同的東西 你這個問題 其實很多訪問都有問過我的 想問什麼 但我的答案是 其實我沒有所謂的 我覺得 和每個人都可以 學到不同的新的東西 真的 這個真的 真的不是沒什麼說話 這個我真的 我知道 真的 聖上題 我有沒有哪一位歌手 是最想和他一起唱的 Eason 就是 就是Eason 你中學的時候 有個頭 喂 喂 喂 CAM後夜 我拿出來說 因為他的學校 有趣就是 現在很多同學 跟他的髮型 是一樣的 然後就問到 我那時候 男同學多數有什麼髮型 我中學就是 Eason的電端模式 粟米端 但因為粟米端很容易失敗 所以整間學校 都有很多電髮失敗的男生 就是從小到大都聽他的歌 因為我以前Busking 都經常唱他的歌 其實不是合作 我想近距離聽他唱歌 是嗎 就是想站在他面前 他亨給你聽 你都開心 是啊 就是我不是 斜求他合唱 反而是想聽他唱歌 希望你快點 就可以和他一起玩 無論如何都好 我也希望 聖上題 你個人是比較喜歡哪一類型的女生呢? 這是二分卷 不是 聖上題 聖上題 我喜歡 我喜歡 都喜歡我自己的女生 可不可以說 說這麼官腔的 怎麼很官腔 好老實說 我對外型是沒有什麼要求的 因為我自己的外型也不是特別表情 我對自己沒有什麼信心 我覺得你這方面 你又不需要太擔心 你沒有你說得那麼差 當然了 現在是英俊俊俊出來的 你說吧 你以為我沒有看過你的樣子嗎? 神經病 我可能是一個比較守舊 或者比較保守的人 我不是那些 因為他的身材 或者他的外貌 而喜歡他 OK 嚴重介紹 好男生 19歲 小鮮肉 神情小鴨鴨 留意一下 如果他有一個外貌 很漂亮的 才不論你拖出去 人家的目光是怎樣 而且如果他有一個性格不對 那怎麼辦 接著這裡 開心 然後就問一下你 沒有校服的日子 是沒有村校服的日子 以後沒有加分了 以後 正常很多人都說錯 有些人說 沒有衣服穿這個日子 你之前有說過 在訪問上 最喜歡的是 最後一段副歌歌詞 我聽到一個位置 我覺得十分有趣 以求女校 花愛我 因為我聽到的時候 我個人是突然停了停 這個世界上應該沒有男校化 我純粹是說 我睡覺前聽到 我閉著在那裡 我是覺得 林若玲這份詞 是十分政治正確的 他應該沒有這個意思 他純粹是喊個指數 聽起來是純粹的 確實是 兩條問題 好老實說 唱完首歌出了之後 女校花有沒有愛你? 沒有女校花 你學校的女生 這刻應該很傷心 怎樣都會有暗票 學校不搞而已 男女生也有密認 男女生也會知道 有誰覺得 全校最好是她 其實這個真的不是我的 idea 女校花這個 不是真的想一個女校花去愛我 是唱的時候想的 但其實主要就是想說一個 疫情下降沒有了星康 沒有了一些女生 注意我的渠道 其實女校花這個就是 可能代表一些 我想去引她們注意的一些女生 OK 女校花就沒有了 女班長有了吧 radio 收了一份詞 那你要唱的 我先覺得 你跟女班長是沒有東西的 一定沒有的 但你收了一份詞 你必須不需要跟她們打個底嗎 她應該沒聽我的歌 我不是的 好現實地說 你女班長不是女校花級別的 哦 都不要緊的 不緊 也有個上學看到的時候的尷尬 是啊 我知道人家說了 是有的 所以其實它跟女客花一樣 代表的一件事 女同學 代表體能女同學 好啦,答得好 其實對於這首歌 我自己是替你開心的 知道你找了幾個同學best friend 一起去錄 無論過多少年之後 去聽一首歌 你聽著幾個同學的聲音 對你二我相信是很大 現在未必這麼大 但到你之後再聽 看起來應該會感動 這個真的替你開心 然後其實我過來找你之前 我已經秘密地拘捕了你第四首demo來聽 我先看看你的鐘 我好像夠喜歡的Fitting 不會影響到我的 你走 我會跟著你走 來啊來啊 沒問題的 來啊 去啊去啊 我叫的士 的士有很多位的 來啊,走吧 怎樣啊 發覺我也跑得很快 不要以為追不到你上車 廣道聽了你第四首歌的demo 十六月七了,可能已經停了 因為我聽的時候 發覺和你之前推出的三首歌 其實風格很不一樣 我感覺到很多爭執 進退為奸 應該就是在說學業語唱歌 對,說回那個idea 為什麼會用Don't think too much 去做的這個名題 又不是每一晚 可能一個星期或者一個月 都會有幾晚自己一個人跟自己說話 其實應該很多人都會這樣 會啊 我每晚都跟自己說話 真的會說出聲 真的會 那這個又是另一個層次 這個很深層 Don't think too much 就是想跟自己說 就是不要想那麼多 由出道到現在 可能學業方面試 方面分別也有一點壓力 但是 就覺得Don't think too much 我覺得挺喜歡一對歌詞 打機解憂 自由的補分 這個究竟是說什麼呢 想到很多東西的時候 壓力很大的時候 我都會跟朋友去分享一些東西 嗯 他們就會叫我打機 我怕你說是 再之後換一句 這句之後還有情因 不不不 這個不說 這個不說 哈哈哈哈 有時候想到全都緊張的時候 你若然找到一些地方 讓自己放空一下 都是一件好事 是啊 所以其實 我晚上自己跟自己說話 可能是其中一個方法 有時候我會自己 你空你爬底 哇 我剛才問這句 你就比他更厲害的 叫你爬底的時候 我純粹想看看過程 我沒猜到你剛好 就會說了 原來有時候會聽到哭了出來 沒有那麼大壓力 嘩 真是心癢啊 聽到這裡 我現在剛剛到了 我還沒完的 就是你還跟著他 不不不不 我剛好約了觀眾 要教授 噢 所以暫時分別一會 好運氣啊 觀眾可以見到你 因為我出口出池了 sorry studio見 你過來看我 好 再見 加油 好 拜拜 你這支麥克風 哦 對 拜拜 我教授了 到最後這個位置 這部影片 其實都想跟大家說 雖然阿達在中學的時候已經出了 而我本人也是沒有讀到大學的 但就真的不是鼓勵中學生找一份兼職 然後就走去不讀書 出去追夢 因為阿達他只是在讀書的時候 就已經遇到一個很好的機會 所以就去珍惜 如果看這部影片 如果你是一個中學生的話 這個我很負責 不跟你說 你不知道自己有什麼好做的時候 暫時來說 讀書也是對你最好處的事 嗯 一個三十多人說這句話 我覺得有點說服力 說到這裏 我都知道 你跟公司有輕談過一下 除了在唱歌之外 你還要好地兼顧你的行業 如果不是的話 我看報道說了 可能不幫你出歌 剛剛出道的時候已經談好了 我出第一首歌之前已經說 你不要以為自己做歌手就不用讀書 其實都是想我以學而為第一樣 一定的 你已經成為了很多喜歡唱歌的中學生的一個例子 有機會會 我都要這樣 真的會有的嗎? 我會 如果我很想唱歌 然後我看到有歌手是中學的時候 已經做了歌手 我一定會跟我媽媽說 我感覺到你怎樣都會背了一點壓力 我本身是想問 你會怎樣去處理這個壓力 然後原來你現在第四首歌就解釋了 已經告訴你了 本身一個學生就算不是我做歌手 其實他也會有壓力 大家都可能看到一些比較負面的身份 可能有一些中學生壓力太大 會表現自己的身份 所以我覺得不關我自己的身份 壓力其實每個人都有 我覺得怎樣去處理就真的很在乎自己的心態 壓力可能是一樣 我自己覺得其實大部份都是自己給自己的 有些可能是自己給自己的期望 有些可能是自己覺得自己做得不夠好 覺得自己可以做好一點 不斷推動自己 有好又不好 但是我覺得不可以太多 找些方法去抒發了就OK 你也很大力 對 壓力還有一些經濟 哈哈哈 片頭已經跟大家說過了 他真的不是太像一個19歲的人 跟他聊天比較老了 我最後還要過我的宿舍做訪問 就是我來參觀一下嗎? 我下次看你們的片子 真的?是不是真的? 我有看你們搬進來的 整集一起看電影 我真的有看 我下次再邀請你來玩 可能是玩其他變態的東西 哈哈哈 就不是變態訪問 可能是純粹變態 這集的EZ哥仔變態訪問就到這裡了 如果喜歡看的朋友就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訂閱我的Dark頻道 逢星期一四四出給EZ哥仔這個系列 不定期推出 訂閱完之後記得按個小鈴鐺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不是啊 還有一個自私的環節 我決定這個系列 如果情況好 我會叫那個歌手過來 跟我一起唱他的歌 哦 做好多集合 就可以跟很多歌手合唱 見笑了 來吧 OK 年輕太好 就憑著愛勇敢挑戰父母 只要和你要好 糊塗地樣貌 終於面擁好 就算分手 最痛我們有分數 為實要做 大人沒有那種憧憬戀母 趁未曾孤佬 陪著你走錯路 做對飛同 我明派對也好 開心跳舞 不可 說不單位 麥美